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六号在北京会见台国公主施林通 王毅就表示了施林通是中泰两国人民最重要的友好使者 为中泰关系的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 希望他能够再访华五十次 中泰友谊远远流长 那么这个有着非常光明和广阔的发展的前景 所以您访华五十次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希望你再访华五十次 接受我们一起来敬祝您访华一百次 我们相信中泰一家亲 那么毕竟我们越走越近 中泰的前面战略伙伴关系 也会更加的深入的发展 我们愿意同台方一起 那么来不断的构筑 我们中泰的命运的共同体 王毅还表示 去年中泰两国元首宣布 共同推动中泰关系 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为两国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为中泰友好合作注入了强劲动力 王毅相信中泰关系会取得更长远发展 石林通就表示此方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友好和热情 对此表示感谢 另外他还高度评价了泰中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刘安逸 安逸 刘安逸